第六十八集 快到晚饭的时间了 宋染估计 莫千行今天又不会回来 于是准备跟王妈一起准备晚饭 自从跟王妈说明 宋染感觉 王妈对她甚至比以前更好了 正在洗菜的宋染没有注意到 莫千行已经回来了 此刻正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莫千行看到宋染跟王妈一起动手 眉头锁散一起 王妈 我叫你来是干什么的 莫千行虽不会对下人怎么样 但这些事是下人应该做的 她不希望宋染来做这些下人的事 王妈吓得拉着宋染赶紧停下手中的活 颤颤巍巍地看着莫千行 其实莫千行没有对他们下人怎么样 只是莫千行平常一副冷脸的样子 会让人感觉到不怒自危 所以下人们都很怕她 宋染看到王妈这个样子 瞪了莫千行一眼 莫千行 你这么凶做什么 是我自己要做的 王妈伺候得很好 宋染知道 这种时候不能一味地袒护王妈 于是摆出一副小姐太太的样子 莫千行看着王妈哆哆嗦嗦的样子 也没多加责备 而是用依旧很冷的语气对他们说 既然宋小姐自己愿意做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她走上前去 把宋染拉到客厅 上下打量了宋染一番 然后用着别扭的语气对宋染说 今晚我们出去吃 给你十分钟上去换身衣服 宋染眉头一挑 今儿这是怎么了 性子又转回来了 她也没礼莫千行 只是转身就回楼上了 她在镜子跟前照了照 这衣服哪不好了 她现在每天在墨家 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她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白色的针织裙是修身款的 把宋染的身材 衬脱得更加完美 园领的设计稍微有点低 有一种低调的性感 宋染那两团浑圆若隐若现 不长不短的裙摆 把宋染修长的小腿露出来 看起来整体效果很好 难道是 宋染在心里默默想了一下 今天这条裙子似乎有点漏了 现在已经进入秋天 白天还不是太冷 但晚上就有些凉意 算了 还是换一身吧 宋染打开衣柜 还是选了一条针织裙 只是没有再选修身款 而是略微有些宽松的 外面搭配了一件外搭 看起来比较知性温柔 临走前 他又补了补口红 戴了一顶贝雷帽 照了照镜子 满意地下了楼 墨前行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但看到家人宽宽而来的样子 他突然觉得 自己的等待是有意义的 以前的宋染从来不涂口红 只是在嘴唇有些发干的时候涂涂唇膏 在墨前行的印象中 以前的宋染尽管漂亮 但是在宋家出世以后 宋染变得不再爱打扮 这事以后的宋染 每天过得倒是很精致 会敷面膜 会穿高跟鞋 爱脱口红 喜欢各式各样的裙子 而且不得不说 确实蛮有品味的 墨前行满意地看着宋染 然后收获有些炙热的目光 淡淡说了句 走吧 宋染在看到墨前行的一瞬间就知道 墨前行又上套了 宋染知道 墨前行和他 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度 只要墨前行相信宋染失忆 那么很多事情做起来 也会得心应手 宋染听到墨前行叫他 他脸上堆起一丝假笑 他随着墨前行离开 来到了一家装修很别致的饭店 有山有水 整体感觉像是来到了苏州园林 山山水水 围绕着一栋古香古色的建筑 建筑门口是一座桥 桥直通饭店的门口 宋染很喜欢这样的风格 让人心情平静 在这里 时间仿佛变得很慢 令宋染有些奇怪的是 他们一路走到大厅 周围好像没什么别的客人 他觉得肯定是墨前行 把这饭店包敞了 还真是他的一贯作风 墨前行知道宋染心里在想 什么也没生气 只是淡然地对他说 这里每天只招待一位客人 需要预约 店家希望能够给顾客最好的服务 为了体现他们的诚心 这里只有一个桌子 宋染有些惊讶 不过倒是真没想到 墨前行这人平时看起来 这么冷酷无情 居然也知道这种有情调的地方 墨前行看到宋染有些惊讶 也并不奇怪 这本来就是为高端人士打造的 根本没有做推广 而且这里是墨前行自己的店 这创意跟环境 都是墨前行自己想的 他原本只是想给忙碌的客人 一份简单的宁静 没想到 有一天会用在自己身上 墨前行带着宋染 来到这里唯一的一张饭桌旁坐下 宋染倒是也没客气 直接坐到墨前行对面 皮笑弱不笑地 对墨前行说了句 墨先生今天好兴致啊 墨前行看到宋染没计较 只是对旁边的服务生伸了伸手 服务生看到墨前行的指示 就开始上菜 上菜的速度 跟墨前行的性格一样快 菜倒是跟这家饭店的整体风格很像 苏行那边的精致小食 倒还真像是时空穿越 到了古时候的饭店 宋染有些欣赏地 看着墨前行的安排 确实 不管是原来的宋染 还是现在的宋染染 都非常喜欢这种安静的风格 墨前行对他倒是了如指掌 饭桌上整体气氛有些尴尬 墨前行不爱说话 宋染也不想开口 一顿好好的饭 硬是被这别扭的个性弄得有些奇怪 墨前行本来想让宋染心情好一点 看到宋染不想搭理 他有些不高兴 不过墨前行没表现出来 他可不想让事情发展得不顺利 看到宋染吃得差不多 他抿了抿嘴对宋染说 宋小姐吃得还满意吗 宋染看墨前行这意思 后面还有别的事要做 就看看他今天到底要干什么 宋染笑着对墨前行点了点头 墨前行让服务生把东西撤了 换上一套茶具上来 摆弄了一会儿 递给宋染了一杯茶 宋染挑眉看了看墨前行 结果茶碗轻轻地品了一下 他对茶叶倒是没什么研究 只是这茶香轻而淡雅 他倒是很喜欢 墨前行看着茶也喝了 饭也吃了 决定把今天的重头戏拿出来 不再是简单地伸手 这次墨前行拍了拍手 只见一旁的服务生 拿了一个礼盒过来 宋染看到礼盒 心中有些不知所措